好吃吗 好吃 好吃你为什么不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钟 我是李维尼 我是Nicky 今天那维尼是要带我去吃当地的一道特色美食 一个小木房子 哦 哦这个就是蜗牛 这是蜗牛 这是蜗牛 那我们来三份吧 我不要 我给你吃一份 ok那两份你要吃吗 你不吃啊 那我来一份吧 我来一份 等我先坐下 这里面都是一些在旁边干活的大哥们 这个是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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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相信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李维尼你吃什么 吃鱼 你要鱼 this one is rice 那个是汤 这个是蜗牛 这个是米饭 ok 还有鸡 那我来一个这个 ok你来个鸡 他要个鱼 我来个蜗牛 ok 这是一个当地的小餐馆 基本上都是一些在这边工作的人吃饭的 这个是你们当地的啤酒 对 你喝不喝 你喝吗 你不喝酒啊 好孩子 你一脸问号的看到吗 h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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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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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了这么大一盘饭 这个 Cito 很多也是muito吗 哦 很多就是muito muito 西班牙就是muito 哇好多呀我的天色盘饭 这个是一个人的还是三个人的 看一下 可以是三个人的 可以是三个人的 也可以是你一个人的是吧 也可以 宝宝你的鸡来了 这看来又要用手了 我的蜗牛来了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蜗牛 闻起来还不错没有腥味 你吃过吗 你吃过吗 你肯定吃过 好吃吗 好吃你为什么不点 怎么用葡萄牙语说 一样的 葡萄牙语也是吗 葡萄牙语也是吗 那我开看啊 这个感觉 好噁心啊 怎么还有叫声 我在试图去吃出里面的土腥味 但吃不出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它这个口感很像那个海螺肉 但是比海螺肉还要劲头 你要不要来乖 你为什么不吃 我不想 哈哈哈哈 嫌弃啊 嗯 他不想 葡萄牙语尝个嘛 尝尝嘛 没有前身做的那么好 还是有点像在吃那个香菇肉的 真的 我知道这个小女孩像谁了 像科别的女儿 很像科别的女儿 嗯 他们这的辣椒酱 又是和我们那边的辣椒酱 不一样的味道 对 有点酸酸的 辣辣的 有点像剁椒 是的 你看看这个握牛肉 这上面这个应该是它的排泄器官 哈哈哈 你知道排泄器官吗 你都知道排泄器官 是什么 是什么 不奇怪 哈哈哈 哈哈哈 你都不好意思说了 对吧 这样一分是多少钱 40 这个40 40 哇好便宜啊 嗯 你知道为什么当地人选吃这个蜗牛呢 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因为他们这边的牛肉比较贵哈 但这个比较便宜 很便宜哈 如果买一公斤是多少钱 不是我们不要贴 嗯 就一框一框买 嗯 多少钱呢 40 或者30 就一框 嗯 哇 但是好便宜啊 你一天生活费要多少钱 一天 你一天吃饭要花多少钱 早餐 中午晚上 一百 一百呀 一百 一百还是蛮多 这个才四十 四十 你中午要吃一百呀 对因为比如说可以买四十的 这这这这种的 也就是 然后我可以卖 果汁 果汁 哦 中午就要花一百 一百就大概三十块钱 对 我吃过很多国家的蜗牛 这个蜗牛还可以 但这个东西呢 它的寄生虫好像比较多 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就是很容易拉肚子 是吧 你也要偷吃我的蜗牛了 这两个 你是一样的 你也要偷吃 还可以 现在跟我啥做吃了 到都都吃了 Luna 脚一样 刚开始徐韦霖都不敢带我来 他说你要吃这个吗 不过真的挺好的 味道还可以 欢迎来到上东美 我请你吃蜗牛肉 哈哈 哈哈哈哈